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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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之后 我撤回来 重新改 把赃字去掉再发 但是还是不行 后来呢 我们去查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仇恨吧 拉仇恨 我也不懂啊 我也不懂什么叫拉仇恨 既然人家说了 我就要注意 就要注意 所以不拉仇恨 今天是一个人的505 完了 审核的都是中文 所以我要注意我的语言 希望大家理解 今天发的是 大家看图片了吧 你看后面的视频 看好了吗 今天发的是陈氏太极拳的朱立饶 那么我们又出了什么事呢 不能骂人啊 给大家聊 我2017年4月27号打假之后 打假雷雷之后 出现了很多人的挑战 那么在5月34号的时候 突然这个上海自称是陈氏太极拳 上海实战第一人 朱立老老师来挑战我 挑战的词你都看见了吧 说了 在打徐晓东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最后一句话 请看后面的视频 他最后的一句话写着 保证不打死徐晓东 那么这个就是我一下子就记住这句话了 我说 我的妈呀 这太极拳还有保证不打死我的 这得多厉害呀 我必须得见识见识啊 我马上就联系上海这个朱立老老师 那会儿还有微信 他说行啊 见你就给你切磋啊 我代表武林这大的 我说 你别代表不代表 你不就想打我吗 我同意了 咱们比吧 行 你等着 我说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等我有时间了呢 我说行 那我等着啊 5月3号之后 到了7月初 我突然就知道了 这个朱立老老师啊 来北京的温泉 牛栏山那边 一个就是北京的郊区啊 牛栏山那边的一个温泉 度假的 郊太极拳 我一听 好啊 我得去呀 这不跟我切磋吗 我当着他那么多 太极拳 土地的面 切磋呀 哎 当时 我从北京市内驱车一个多小时 才赶到了那个遥远的郊区的地方啊 温泉度假在那 正好在那有培训 中午休息 还没开始下午的培训 我们呢 就找里头的 呃 温泉度假员工 我找朱立老师住哪 最后找到了一个房间 我们就去了 去了 请大家看这视频 徐晓东去 绝对没有骚扰 绝对没有暴力 绝对没有违法 我呢 开着视频直播 当时有一个视频还能直播我 我开着那个直播 我就去了 我说 助理老师你好 我说 我是叫徐晓东 我来了 你挑战的那个人 徐晓东 就是我 您说保证跟我比武 保证不打死我 这个我一定要见见 我一定要见见 我跟您比武来了 这个嘛 你来到这个时候 哎呀 我这个 哎呀 不好吧 我这个 这个时候我在培训啊 你看看 这个太极拳 哎呦 这么多人呢 啊 我 我在培训 这个不好吧 咱们要不要赶这个时间 我呢 绝对不能骚扰人家 不能让人家再找各种原因来说我呀 对吧 我说行 那您打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吧 我看看咱们八九月吧 这个时候比较好的 东哥说的都有后面的视频作证 还是前头呀 都有视频作证 我说那什么时候打呀 说了半天 给我订八月份 好 咱们继续聊 我就同意了 那么一来三 二来三 三来三 到了八九月份 我就催朱老师 朱老师说 我跟你打 你给我来嘉兴 他是嘉兴的人 还是绍兴啊 我忘了 不是嘉兴就绍兴 我说在那打 去绍兴打 还是嘉兴打 去那打 我的主场跟我打 我说 您放心 您去哪儿我都跟您打 大家没有发现 到说到这儿的时候 你们没发现特别的传统武术 某些人特别像吗 朱立老老师 朱立老老师太极尘世了 先说跟我北京打 天津打 上海打也行 后来就变形了 他的老家嘉兴打 那个雷雷不是也是这样吗 让我跑到了巴西打 又从巴西回到了成都打 你们发现这帮人是不是这样 什么意思就是 不会说实话 老是什么 老是掩盖 完了之后呢 否定他自己的话 重新再编一套 我说行 我说这么办 我嘉兴我去 你跟我打 到了十月份我联系他 我就联系他 我说朱立老老师 你赶快吧 打吧 我告诉你啊 薛尔冬 我跟你这个这个 咱们要真正比武 我告诉你 要生死有命 什么富贵在天 咱俩去深山老林比武 我说 我说最近你知道有个叫太极道的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吗 太极道 他不知道啊 我这个太极道 这个公众号天天在诽谤我 在侮辱我 我不知道啊 我说那可是这么多网友一查 这个太极道的谣语负责人 法人 跟你朱立老 你们俩合资在绍兴开了一家公司 没错吧 哦 这个吗 有这就是吧 然后我想一讲啊 我就 我就没有揭穿他 这个太极道 那个是2017年天天侮辱我 我说你们这个节目马上就倒闭 你这个公司谣语 你肯定完蛋 为什么 你胡说八道啊 他底下的人有一个叫 有一叫王毅的一个记者 胡说 说2017年 徐耀东要被采访的话 要收30万的采访费 谁要采访徐耀东 给钱 给徐耀东30万 我说没有这事 胡说八道 我急了 证据 请大家看后面的视频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支持徐耀东 因为我有证据 我处处占个理 我在微信上就找了这个王毅了 我就骂他 王毅呢 也说了 说就打着什么 你骂人的旗号 要不跟我回答 我说我今天就能去找你 我知道你是哪个 报社哪个地方 你住哪 我去找你 我开直播 让所有人挖出来你骗子 王毅立马傻了 哎呦 徐老师对不起啊 我跟你道个气啊 这不赖我呀 这是我们负责人让我说的 请大家看截图 我说你的负责人是谁 说 要不然我就把你的嘴掰开了 吃蛋糕 吓唬他 开玩笑 他告我姚宇 我就知道了 是姚宇 后来我们就去听过 查 查出来姚宇是太极道的法人 又查出来姚宇 为什么天天来攻击我 就是为了炒作 让朱立饶跟我打的同时 把他太极道这公众号火热起来 我说行姚宇 你不就想蹭红吗 我帮你 但有一点姚宇 你嫉妒了 你会千古骂名 你的频道 你的公众号也会倒闭 就此换来的是恶臭一片 不信我 请大家现在看 他成什么样子了 请大家看这姚宇成什么样子了 东哥这一期 不骂人 不骂人 不煽动 不仇视暴力 我就把事实全摆出来 给大家来看 让事实告诉大家 大家自己去定夺 要不然老给我 不要挖 那么到了年底 我又联系朱立饶 我朱立饶老师 你到底打不打 你们知道朱立饶老师做了什么吗 微信给我拉黑了 手机也给我拉黑了 全给我拉黑了 又跑了 我说朱立饶老师啊 我说我都见过你本人了 在我眼里 我觉得太极拳当中 你还算是说话还算不错的 我还可以信任的 怎么连您都骗我呀 大家知道了吧 这就是陈氏太极拳 朱立饶 他算是陈氏太极拳里头 对我算是最客气的 最文明的人 最文明的人 起码他没有那么多的坏 所以我今天 一个人的505 报陈氏太极的朱立饶 我报的是什么 把这件事 跟大家说清楚 真假 让大家自己去证据去差 我拿出证据 那么 对错 大家自己去琢磨 朱立饶老师 毕竟没有害过我 他在网上那些话 多少我也能理解 想火 但是最坏的人 那个人叫姚宇 是太极道的一个 公众号的一个法人 在这里我也有说 姚宇先生 你这样做买卖 你这样蹭传统武术 和假借传统武术 来骗钱 不好 你会得到正义的制裁 朱立饶老师 我也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今年是2018年了 2020年了 对不起 你2017年5月3号挑战的我 到现在了 你都没跟我打 请快点实现这个诺言吧 如果你不打也行 朱立饶老师 请你 发一个声明 向我道歉 或者你声明 不打了 你肿东不打 你说出来 要不然全世界的网友都看 朱立饶上海 上海 陈世太极实战 第一人 朱立饶老师 请顾及您的荣誉 请您三思 要不然与我一战 要不然收回您的话 并且道歉 如果您特别要面子 不向我道歉 也没关系 请将这么多网友 和真实的网友们道歉 您再一次实验了 朱立饶老师 至于这事 我的证据都摆在这 大家看 那么从过几天 我要发爆炸性的消息 陈世太极拳 整个军团化来 暗害我 就差暗杀了 我把证据全部的发出来 让大家来看 爆炸性的东西 证据全有 东哥这几年被害 终于学会了 保存证据 公诸 对不起 公居 公知于众 对 公知于众 对不起 我大舌头 吃葡萄皮 不吃葡萄皮 到处不吃葡萄皮 不知我辛苦 莫叫我善良 非常重要 今天报的是算 我对我比较尊敬的 还比较客气的吧 比较客气 朱立饶 陈世太极实战敌人 朱立饶老师 只是2017年5月3号 跟我约的比 到现在挑战我 都没跟我打 你害怕了吗 传统武术 我知道 他们从来不会服输 从来嘴上不服输 我太习惯了 传统武术的人们 我还是对你们奉献一句话 别惹徐晓东最好 因为徐晓东抓住了你们最大的弱点 不服输 嘴上不服输 死要面子 我就永远给你们面子 永远逮着你们打 你们一点都没有活路的 比如说 釜山行了 对不起 武当行的那个 那叫什么呀 都忘了 陈世行吧 你的嘴啊 就老实点 徐晓东就不搭理你 你嘴别翻欠就行 但是传统武术 他们朋友们 你们关注我 为什么关注 他们永远都会翻欠的 你们知道吗 他们是什么 给不了什么的 永远会翻欠的 东哥永远拿住他们 没办法 因为他们第一 真的是假的 第二 太犯欠了 还想靠我来轰 我说了 别得罪我 谁得罪我 谁倒霉 我就一灾星 等着瞧 黑色的七月 东哥不飘唱 东哥不赌博 东哥不吸毒 东哥不打架 东哥不酒驾 东哥不颠覆 东哥老老实实的 别抓我 抓我 你得找好的理由 你们得琢磨琢磨 谢谢大家 今天是一个脏子都没有 一个山洞都没有 一个宣扬暴力都没有 宣扬仇恨都没有 都没有 希望 别跟我谎调 谢谢油管的朋友们 避避万岁 记住 证据 证据 这边呢 有paper的二维码 还有加入我会员的二维码 加入不了的 没关系 再等等 paper没有的 没关系 如果有 谢谢资助 没有的 祝你一切健康 那么加我微信的 欢迎 我的几个微信号 老的微信号都在用 都有 老人们加我微信的 你们不用害怕 不用加新的微信 因为都有 我这新的号呢 是给新的朋友们聊天 完了之后 我介绍武林 跟大家分享的 合理合法 所以我的微信号呢 新的叫 徐晓东 8180 徐晓东呢 是拼音 8180 再加上就可以了 这一期 一个人的 武林 武武 到此 过一阵 我要发 爆炸性的东西 到时候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务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部终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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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